又到聖诞,又到聖诞 今年聖诞终于开始放宽了 不够时间去外地旅行 不要紧要,不妨想想本地游 想感受聖诞气氛 看看历史文物 这个有关《圣经》的展览就适合你了 我们今天来到寻找三个第一 在我面前的这本出《二字比多地传》 你又知不知是《旧约圣经》的哪一卷呢? 其实就是出埃及的 第一个第一 就是这本历史上第一套完整中文圣经 整本都是文言文 除了出埃及记,有个这么特别的名字 不如你又猜猜这本《復港法律传》 现在又叫什么名字呢? 原来是《生命记》 而第二个第一 就是全世界第一本中英文字典 它为当时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提供了很多帮助 第三个第一,是这个这么漂亮的陶瓷 它不是清朝花津,而是一个卷造 更加是世界纪录 作为全世界最长的手抄圣经 足够有五千米 所以要用五十个木箱 才可以将所有卷族收藏好 他们说想送一本新药传书的本膏 因什么解教慈禧太后都来了现场? 难道是因为这封吸慈禧太后的信? 原来这个展览还展出了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其中一份生日礼物 一本圣经 除了这个小型博物馆 这个展览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双头龟、蜥蜴、荣圆等等 不同的真琴异兽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圣诞节是一种爱的精神 其实原来它不是属于西方 由唐代延伸、延祖至汉代 我们很希望 藉着由现在开始 直至新年这些时间 我们希望更多市民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展馆里面 一起感受这个气氛 感谢观看